大家好,我是Shot Adventure 在我之前的intro里面呢 我曾经提过说 从现在开始我会陆续的来介绍一些电影变形金刚里面的一些机器人 以及他们变身的一些过程 那今天我第一个video呢 就要来讲解一下这一部你现在看到这部黑色的SUV 那这部SUV呢在电影里面曾经出现过 可是呢它并不是一个会变成机器人的一部车子 而它纯粹只是一部车子 那这部电影这个车子你如果没印象的话呢 它就是Sector 7到男主角他们家去把他们一家人抓走的那一部黑色的车子了 那这个车子的外观呢基本上很明显的就是一部SUV 照这个车头来看的话呢 应该像是Cadillac的SUV 可是呢你所看到的这个呢它并不是Cadillac的logo 而是Transformer的logo在上面 坏的那个Decepticon的logo在上面 非常非常小 那很奇怪的点就是它是一个SUV 可是从后面这个地方看起来呢 反而比较像minivan 这是我个人觉得比较奇怪的地方 那另外一个我个人不是那么满意的就是说车顶上的这个架子 前面是灰色后面是黑色 我是比较希望能够看到整个都是黑色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 要不整个都是灰色 车子本身全部都是黑色的SUV 那你有旁边呢 这里前面的挡风玻璃 后面以及车头灯呢 它们是用半透明蓝色的塑胶来做的 所以呢你如果从这边看的话呢 我不知道你看得清楚不清楚 隐隐约约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一些 机器人的一些 手啊脚啊在里面 那它这个另外一个比较不好的就是 也不能说不好 只是说我个人比较 期待你挑骨头吧 就是我比较希望我能够去看到的是 塑胶的轮胎 而不是橡皮轮胎 而不是这个塑胶轮胎 因为它很吵 而且很容易把这个桌子给刮花掉 如果你在那边玩摘尾的话 不过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了 那另外一个它可以做的事情呢 车子能做的事情是不多了 不过它另外可以做的就是 你可以把它后面打开来 后面的行李箱打开来 当然啦 它不像普通的车子里面可以给你放东西 它里面你看到就是机器人的部分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它摆在架子上面呢 我是觉得说 它这样看起来会蛮不错的 好 那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基本上车子呢 就大概就这样子了 那你这边 左边的门跟右边的门 你都可以看到 Sector7的一个logo在这边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把它变身到机器人吧 变身到机器人的步骤其实不难 给你变个一次之后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这个说明书给烧掉 因为算蛮简单的 首先呢 把车头往下拉下来 之后呢 把门往后面搬 这边也是 好了 再来就抓着这个颜色不对的这个车顶呢 这个架子呢 把它往外面 搬开来 搬开来 OK 再来呢 把脚的部分呢 给分开来 把这个 刚才车头这个地方呢 往后 挪 不知道你看得到 看不到 你等一下 往后挪 挪到脚后面去 这个呢 是它的脚 你要把脚跟呢 给 搬出来 再把脚放下来 一样的做法 在这只脚 把这个车头呢 移到后面去 脚跟拉出来 整个脚板放下来 下半身就好了 手这个地方呢 刚搬 刚刚搬出来之后呢 你把它稍微 给移到后面去 让它 挫开来 这个地方也是 把它给 搬开来 挫开来 接下来呢 就是把它的肩膀这个地方 也就是刚刚 车尾的那个地方 往外搬 前面挡风玻璃的地方呢 往上搬 手头部分也结束了 最后呢 就是它的头了 搬起来 它的变形呢 基本上就已经算结束了 这个 变成机器人之后呢 它的 关节部分呢 手 可以转 360度 可以转一圈 可以往外伸 往里面 关节地方呢 手肘地方也可以 自由活动 不过只能到90度而已 两边都是 腰部可以动 我觉得说 这个是蛮好的一个 设计 啊 脚的地方呢 膝盖 可以弯 可是呢 只能弯到 这个地方 因为它后面的这个 车头 挡住了 脚的地方呢 上上下下 就这样子 变成机器人之后呢 它另外一个可以 呃 做到的一个 特别的地方就是 刚刚我们讲到说 车顶上面那个车架子 颜色不一样的那个地方呢 它有它的作用 呃 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它颜色不一样 因为它是个可动性的东西 为什么呢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呢 这架子呢 往后面移的话呢 它的手会伸出来 这只手也是一样 所以两边都可以再伸出来 这个伸出来 应该是一个 打人的一个动作吧 打架的时候 别人打不到你 你打到别人的一个动作吧 啊 对了 它的手指呢 也是可以把它扳开来的 所以你可以让它握着笔啊 握着牙签啊 什么都可以 基本上呢 这个机器人呢 看起来还算不错 stuggy 这样整个整个看起来像 还算是不错 唯一一个小小的一个 complain呢 就是你看看它 手比较长 有点像一个星星的样子 那好像它嫌它这个星星的样子还不够 还要去做出这个 手可以伸出来的 那是不是更像星星了 你如果把它再挖下去 那等于说是像这个 星星在在 星星机器人吧 应该这么说 所以 我是希望说设计上 如果说手跟脚能够 有一个好的一个比例的话呢 可能会让它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玩具 ok 这是它的背部啊 嗯 车头 还是 在那边 它并没有说 能够折起来 收起来 或怎么样 所以它整个后面 后脚的地方呢 就变得稍微大了一点 平均来说呢 这个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一个玩具啊 它能够摆的姿势呢 还算还算不错 因为它腰部可以动 头可以动 手可以动 所以你可以给它摆出一些不错的战斗姿势 所以我个人呢 还算是蛮喜欢的 也没有后悔说去花这个钱 呃 在它身上 所以呢 我会建议你说 如果 你能够在你的那个 呃 玩具 附近的玩具店 看到这一部车子的话呢 请把它带回家吧 它应该会很希望说 让你看到它有多猴子 啊 多猩猩啊 好 这就是我今天这个video 希望啊 给我一些意见 开摆